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昨天分别发表声明 全力支持全国人大从县制层面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做出决定 声明指出根据宪法和基本法规定 中央拥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创制权和特区制度的决定权 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根据香港特区实际情况而做出完善其选举制度的决定 具有无可质疑的权威性 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是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的必然要求 是堵塞香港特区现行选举制度漏洞 维护政权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 是落实行政主导体制 确保特区有效管制的必要之举 爱国者治港是天公地道的政治伦理 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是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当务之急 也是解决当前香港政治乱象的资本之策 我们心信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不仅不会改变一国两制方针 而且会增强一国两制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健康发展的后劲